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因為有人說 想要知道怎麼上手工業模組 要來加入伺服器 所以我拍一點點 IC2剛開始的基礎 那為什麼我會選IC2 是因為IC2有其他 目前我們安裝的模組裡面 沒有的 唯一他有的 就是電鑽跟電鞠這兩個非常方便的工具 那電鑽的功能就是挖東西 只要挖東西都行挖 不用像原本一樣分鏟子跟鎬子 那電鞠的話可以當劍跟斧頭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剛開始 進入IC2的世界會有什麼東西 第一站這邊可以看到IC2會在世界上面生存 生生成一些新的東西 礦石的部分會有銅礦 錫礦 鉛礦 跟釉礦 這四種 這是原始的IC2 銅、錫、鉛這三個都可以用石鎬挖下來 釉礦的畫質必須要用鐵鎬以上 再來台灣在世界上生成一種新的植物 這個橡膠木叫做橡膠木 這個橡膠木如果沒有裝材質包的話 其實跟橡樹長得有一點點像 那我先來切換沒有材質包的狀態給大家看看 好可以看到這個橡膠木比旁邊那顆原本的橡木還要黑一點點 那最大的特徵其實是在這裡 樹蓋上會有焦點 這個焦點是可以用來採集橡膠的部位 一個樹大概會有一到三個 有時候會沒有 我不確定這是不是BUG造成的 橡膠樹可以用木斧砍掉 應該說可以用任何斧頭類的砍掉 然後 或者是用這個橡膠抽取器去抽取 有焦點的部位 橡膠抽取器只要對著這個有焦點的部分用點 它就會掉下一個黏性樹脂 這個東西就可以製造橡膠 那這個抽取器的建造方式非常的簡單 就是拿木材 拍成這樣形狀就行了 其實還蠻像的嘛 很好記 我會推薦大家 如果自己玩的話 最好是在裡面放一個叫 Not Enough Item的模組 因為它可以在任何東西上面按R之後 就顯示出 核心表 會方便許多 除了這個深層新的礦物和橡膠木之外 IC2這個模組還會對你的世界做一些調整 像第一個 黑曜石礦 黑曜石 黑曜石的硬度原本設定在6000 它會被調到60 會變成允許核能的反應爐去破壞這個黑曜石 再來是水 原本是500 印度被調到30 所以TNT和工業TNT是可以摧毀水方塊的 岩漿也是這樣 所以可以用這個TNT跟工業TNT摧毀 還有紅石可以提供單次500EU的電量 這個電量的部分 後面一點會再提到 那就是 它也是一種單次電池的感覺 消耗品 然後西塵掌跟甘蔗都會提供 當作燃料 那我們第一站的IC2介紹就到這邊 如果有任何的疑問或意見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忙點個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